我們看到這細痕 孩子要讓我們苦惱的事情 這是待長有一個爸爸 哪情形純負責五個月的學生 在看著何時亂出手和小孩生到生病 來認識 健康已經和媽媽齋得連戳 我們同步社會教要改立處理 小學教教會表示 說上天會來平國 還有和爸爸做多年的 其他更大小孩 那麼漂亮的暗地 檢訪確認男嬰的安全目擊 背後最好前往男嬰爸爸 當時男嬰上班的公司 來了解 不過並沒有找到當事人 小阿久接著當時 當時也開始調查 歡迎當時男嬰跟太太並沒有 住在一起 兩個人 分別照顧四個孩子 男嬰跟爸爸 住在一起 案外後已經由媽媽 搶照 小阿久也在平坑 跟爸爸一起合另外兩個孩子 是不是需要安抵 那為了保障四名孩子的人身安全 社工會依職權申請保護令 那目前也在跟案父討論 是否有其他照顧資源 來協助案父照顧另外兩名孩子 台中市港府中心表示 在這裡一款的效作心情 這段男嬰的保護令 曾對爸爸教養方式不同 也要求接受 甚至夠有扣定 以後若是還有類似的行為 正如依照違反以下的困惑 開發了夠六十萬的法環 也要追求現實最近 現在台中總統的報道